那为什么这么多想学佛的人没成就呢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还是难心 天天念无量手机 天天听无量手机 经上几十年了 你还没想去难心啊 你还没听明白啊 真听明白了 他就真干了 没有真干 还不明白 不知道 这个法门是这样殊胜 这么容易去的 去了就成就 那不能去的这些人 一般说法 你业障太重啊 也没说错 殊不止 那一句佛号是小业障的啊 经上讲得很清楚啊 智行 念一句阿弥陀佛 前头有智行 真诚 真诚功箭心 真诚到极处 功箭到极处 用这个心 念夜神阿弥陀佛 小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你念一天还得了吗 打个佛旗 念七天佛 什么样的罪业都消了 你说我打佛旗也不止参加一百次了 为什么夜神没消掉 你不会念 这个不会念 就是古代的讲 你错用了心 这句话讲得好 你错用了心 你不是用真心 你用忘心 忘心念也有功德 不是没有 功德很微弱 不强 所以 你念了很多年 功夫都不得了 第一桩事情 自己冷静地去 想一想 就明白 日常生活当中 摆在我们眼前的 你认为 哪一桩事情 对你是最重要的 你就明白了 现在一般世间人 把什么会最重要的 钱才跌重要 享受五欲六成 第二桩 还有人认为我身体 第二桩事情 健康长寿 第二桩 第二桩 很少人把念佛 摆在第二桩 如果把念佛 摆在第一桩 你就成就了 你去问问看 有几个人把念佛 摆在第一桩 他万元放下 一行一意 这点 我们细心去思维观察 就全都明白了 当然 这里都还有困难 因为对念佛 没有认识 不知道他是宝 只认为念佛 跟我什么关系呢 来生来世的关系 不是现前的关系 真的没想到 念佛 念佛与我现前生活 有关系吗 能帮助我解决 眼前事情吗 你真念佛 就真帮你解决 为什么 智诚感通 智诚就能够与 阿弥陀佛感应 这就通了 阿弥陀佛真能加持你 加持你什么 佛事门中 有求别